传说中有这样一种人 他特别善于控制别人的思想 只要你盯着他的眼睛 你就会无条件地信任他 喜欢他 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 伊丽莎白霍姆斯 他就有这么一双大大的蓝眼睛 真诚的眼神 一眨不眨地瞪着你 仅仅三十出头 他就瞪出来了市值百亿的公司 瞪出来了五十亿的身价 瞪成了全美甚至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女企业家 他的公司Theranos 一度是硅谷最亮眼的一颗星 很有可能把世界的医疗体系 都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自杀物诊 威胁监控 却成了多少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霍姆斯 他就像一个强大的巫师 一步一步 催眠了他八百多名员工 催眠了他的世纪梦幻讽事会 催眠了媒体 催眠了全世界 也催眠了他自己 这个可以算得上是全世界最美的女骗子 带着所有人进入了他一滴血的骗局 1984年2月 小霍姆斯出生在美国华盛顿 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他爸之前是安然的副总裁 没错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骗子公司 安然 霍姆斯从一生下来 眼睛就特别大 见谁都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就直勾勾的盯着你 所以我们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邓姐 2002年18岁的邓姐 就进入到了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 大一暑假 邓姐就去实习 就接触到了验血 当时她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你说每天给那病人抽一大管子血 多费劲 我要是就那一滴血 就能验出来这些人的疾病 哇 这将是一个多么厉害的idea 于是回到斯坦福 邓姐除了看书学习思考 她还顺带着申请了一个专利 可以实时测试血液 而且可以穿戴 非常的厉害 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 以咱们这美貌和才华 我可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读书上 于是追随着乔伏斯 比尔盖斯 扎克伯格等等的硅谷大佬 霍姆斯 不对 邓姐也从斯坦福辍学了 她用自己的学费建立了Theranos 这个十年后将被全世界人记住的名字 而当时的邓姐只有19岁 听了这个开头 是不是就感觉又来了一个天才的故事 不可否认邓姐的确是个天才 但是她所有天才的技能里面 非常突出的一项就是 蛊惑人心 邓姐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她就去找了医学院的一个教授 激情澎湃地阐述自己的想法 只可惜 这个教授自然是非常懂行的了 她就苦口婆心地劝邓姐 孩子 你这想法是非常好 但是她理论上 其实不太可能实现 但是邓姐 她就偏偏不信这个邪 于是她又找到了 斯坦福工程学院的大院长 Chainin Robertson 第一次就开始使用了 她这项蛊惑人心的技能 院长大人 一直以来 我们每次抽血 都要用一个那么长的针管 戳进你的胳膊里头 抽出来那么大一碗血 要交那么多钱 然后等上两三天才能拿到结果 这是多么令人害怕 令人畏惧 不是吗 但是 倘若我有这样一个机器 你只要到你们家楼下的超市 药店 只要从时间抽出那么一滴血 花上几十块钱 只要几个小时 就能检测出很多需要的健康指标 没有可怕的针头 没有漫长的等待 没有高昂的费用 有的只是人们脸上洋溢的笑脸 它将是多么美好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改变世界 I'm gonna change the world 邓姐就是这样 动之以情 小之以情 钱宁教授被她说得热血沸腾 孩子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干吧 这个大院长成为了 Tharanose的第一名董事会成员 并且给邓姐介绍了 特别多的资源和投资人 还多次表示邓姐就是一个天才 第一位大佬 成功搞定 你说有了斯坦福院长的支持 那Tharanose的融资之路 那是相当顺利 一年之内轻松融到了 600万美金的初始资金 邓姐的这个想法虽然很好 但是现实很骨感 它面临着两大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散热问题 你说这每个组件和零件 都得散热吧 那这之间就会相互影响 肯定有测不准 第二个呢 就是血量问题 你说它就抽那么一滴血 然后要做那么多测试 这在当前啊 甚至都不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面临着这么两座大山啊 邓姐她肯定是需要一个 颠覆机的理论 才能有那么一丢丢的可能 改变世界 但是她有野心 a lot of 野心 我们知道硅谷圈啊 一直流传着一个这样的精神 叫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伪造它 直到你做到它 意思就是说啊 这牛皮咱先得吹出去啊 有人信了 就给你投钱 然后你再赶紧去搞 这样才能有最快的发展 你要是按部就班 什么都弄出来了 再去找钱 那别人早就有节族先登了 邓姐呢 自然是深谙词理论啊 牛皮吹的是贼响 你要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东西 就像爱迪生一样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 第一代艳血原型机 我们就给它起名字叫 爱迪生 因为我们要改变世界 哎 怎么样 是不是听着热血沸腾 我跟你说啊 邓姐这个蛊惑人心的能力 可真不是该 全公司的人都被她忽悠的 充满斗志 这时候你问所有 跟她接触过的公司高管 投资人 那评价都是极其正面 真诚 聪明 勇敢 努力 大家都认为啊 眼前这个瞪着大眼睛的女孩 将会改变世界 而且那时候啊 正值硅谷 像Facebook Twitter LinkedIn 这些新兴的膨胀期 谁也不想错过 下一个扎克伯格 经邓姐这么蠢蠢满志的一忽悠 那还不就是 屁点皮点的把钱送来了 在公司成立的七年中 Theranos没有网站 没有产品 只有邓姐那一双大眼睛 但就凭着这个啊 融资将近一亿美金 并且一路招揽了 各式高精尖端的医疗人才 好 Fake It我们做到了 现在就要make it 邓姐呢 当然是不遗余力的 开始给她的技术团队施压 但凡有人质疑说 这个东西不可能 物理法则不允许 哈哈不好意思 那是你没有硅谷精神 我们需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人 We're gonna change the world 你不适合这里 那你想想 这样最后留下来的人 都是不敢说真话的人吧 Fake It until Make It 这个精神 放在一个医疗公司 那可是面临着 实大实的技术难题 和真正的病人 你要是搞这套哲学 那就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2010年开始 Theranos已经成立了7年了 那时候 他们连个原型机都还没造出来 邓姐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 向各大公司去兜售 她的神奇的爱迪生验血机了 面对如此有吸引力的概念 和如此能蛊惑人心的邓姐 你说哪个客户 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 美国的连锁药店巨头 Walgreens和Safeway 就纷纷向邓姐抛来了橄榄枝 他们的高管 甚至连Theranos的实验室都没去过 也没根本就没看着爱迪生的原型机 就凭着简简单单的几个报告 和邓姐的一张嘴和两只眼睛 就相信了她 签了战略合作鞋 并且给她塞了1.05亿美金 作为贷款和投资 邓姐该拿的钱全都拿到了 但是就是死活也研究不出来 她那改变世界的爱迪生验血机 累累通过一些检查和测试 邓姐自己也知道 那一滴血根本测不出来那么多数据 那邓姐也着急啊 怎么办呢 只能自成父也 不得不走上数据造假的老路 他们就挑那些特别少数准确的数据 才敢往报告里头写 一旦有客人或者投资人 要去他们的实验室参观的时候 邓姐就把他们带过去 先拉到实验室那儿 给你抽那么一滴血 然后就带着客人去参观他们 非常人性化的餐厅 办公室 与此同时 研发团队就从后面 拿出来了一台西门子验血机 把客人的血放进去给验 一个小时之后参观完了 看人回来了 嘎嘎 结果出来了 客户就拍手叫绝 甚至有一次 拜登前去参访 邓姐还搭张旗鼓地 造了一个假实验室 来糊弄这个未来的美国总统 拜登看完了 也非常高兴啊 就说这是我们技术的未来 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流逝 邓姐还是没研究出来 她的爱迪生 2013年4月 整整三年了 你要再不拿出点东西来 刚才合作的公司 Walgreens那就得翻脸了 迫于现金和各方面的压力 邓姐被迫选择了 全面上线 那我就纳闷了 她连个产品都没有 她怎么上线 她怎么敢上线 邓姐说了 机器我现在还在造 但是血我已经可以验了 只要一滴血哦 他们拿到血样后呢 邓姐就顾忌重施 先拿西门子那个机器 剪出来大概一半的指标 但是好像这第三方的机器 是不可能用一滴血去验的 样本数量不够 怎么办呢 邓姐又来了一个损招 就是稀释 说白了就是兑水 你想想这是严重违反检测规定的 那测出来的结果肯定都差得离谱 这要放个一般的产品 那颈多就是个偷空减料的问题 但是在验血的背后 每一瓶血都是一个生命 很多健康的人就莫名其妙地检测出来 糖尿病高血压肺结核等等可怕的疾病 而一个有没毒的人 竟然有超过30%的概率 是测不出来的 你就说说如果医生要依赖这样的结果 去给病人看病 那将是多么的可怕 事实上总共有超过17万人 用过Sheranose去验血 不过由于Sheranose开的亡点并不多 虽然有一些医生和病人抱怨 但是放在邓姐的蛊惑能力 和资本的助推下 就不值一提 好忽悠完了团队 忽悠完了客户 现在又忽悠到了药店连锁巨头的活动 那接下来邓姐就要开始忽悠全世界了 邓姐心里其实非常清楚 她这个爱迪生机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她需要更多的资金 但是她也知道 要找那种大型的私募 或者风险投资机构 自己也捞不着好 万一人家做背景调查的时候 再查出来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就全彻底玩完 所以邓姐非常明确 她的融资目标 就是那些成功过的男性长者 成功过的男性长者 一般有什么特点呢 自信心爆棚 凭感觉做判断 有钱 而且还喜欢漂亮小姑娘 她首先找到了90多岁的 前美国国务卿 乔治·舒尔茨 瞪着她的大眼睛 我要让这个世界充满笑点 我要改变这个世界 I will change the world 前国务卿一听 好孩子 钱拿去 邓姐又找到了媒体大亨 莫多克 I'm gonna change the world 好孩子 1.25亿美金 拿去找到了沃尔玛兄弟 我要改变1.5亿美金 拿去 就这样 邓姐成功融到了7亿美金 公司的估值达到了90亿美金 自己的身价也达到了45亿美金 而这些成功的男性长者中的一部分 也成为了邓姐的梦幻董事会 这里面包括 前美国国务卿 前美国国防部长 两个前美国餐饮 前美国海军上将 前美国陆战队将写 前富国银行主席等等 你就说 戴上闹着啥时候 要开个董事会 我估计是美国总统都得让到 投资人妥妥的搞定 我们再来看看媒体这边 好家伙 这可是足足的噱头 颠覆性的概念 美好的目标 传奇的创业故事 梦幻般的董事会 再加上邓姐那大大的眼睛 和年轻美貌的外表 就吸引了无数知名的媒体 大家都争相来报道 这个即将改写未来的女企业家 邓姐就开始登上 各大主流媒体的封面 参加各种名流晚宴 任命邓姐为全球企业家协会 美国大使 人们开始把她跟比尔盖茨 乔布斯相提并论 其实邓姐一直就是 乔布斯的一个小粉丝 以至于她已经开始学乔布斯 穿那种高领的黑色帽衣 营销团队也是直接就雇佣 苹果之前用过的营销公司 意图就把自己打造成 一个女版的乔布斯 当然为了让她自己看着 更加的沉稳可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说话的声音就变得 非常的低沉 甚至都让人觉得 有一点甚人 就像这样说话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伊丽莎白·霍姆斯 AKA邓姐 即将改变世界 你看邓姐这个骗局 她和我们之前说到的 麦道夫安然可不一样 她这边可不是光几个人知道 就能行骗的 她的整个科研团队 对她做的这一套 都心知肚明 所以整个研发团队 每天也都过得非常的煎熬 因为他们知道 邓姐对外的这些承诺 其实完全都做不到 所以邓姐就不得不用一套 非常强硬的手段 来防止自家的后院起火 首先入职的时候 甭管你是什么岗位 你都要签一大厚厚的 保密协议 基本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敢说出 任何关系公司的任何秘密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这不光是说员工对外 就公司的部门和部门之间 甚至同一个部门里边 不同的组之间 都不能透露任何信息 这就让Theranauts这个公司 尤其是那个研发团队 部门里头 每天就是一种 非常诡异的氛围 它就跟要去当间谍一样 你有自己的街头人 至于剩下的人 你最好什么也别说 邓姐自己也是非常的心虚 她知道自己得罪了那么多人 于是给自己设置了 一个20多人的安保团队 还把办公室都 加上防弹玻璃 但最重要的 她需要一个 非常强大的律师团队 她就雇了让人 闻风丧胆的 这个大名鼎鼎的律师 达韦博伊斯 这个人曾经就代表 美国的司法部 微软告的体悟完肤 只要哪个员工 一旦发现 稍微有那么一点问题 达韦博伊斯就会出面 威逼理由 把这事摆平 实际上 邓姐融资 融到的9亿美金里头 有将近三分之一 都花在了 律师团队的费用上 Theranos的一个科学家 甚至因为 受到魔鬼律师的威胁 而又不想做伪证 而选择了自杀 你说啊 为了达到目标 这时候邓姐 已经完全被自己 所谓的理想蛊惑了 这时候 她虽然外表上 光鲜亮丽 获得荣誉无数 但她的内心 是无比的绝望 她只能靠舆 内部监控 最强大的董事会 最广泛的舆论支持 也支撑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开始起疑 而一旦开了这个口 那所有人 就会群起而彬之 2015年 这时候邓姐 如日中天的时候 在一个秘密线人的举报下 一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John Carroll 就开始对邓姐的公司 进行调查 其实这个事儿吧 一旦有人开始怀疑 开始调查了 那真的就是漏洞百出 被良心谴责的 数十名 Theranos的前员工 就站出来 执政邓姐的罪行 并提供了证据 邓姐很快也发现了 华尔街日报正在调查她 那作为21世纪 最厉害的女企业家 她自然也不甘示弱 她的那个魔鬼律师 就开始去威胁 所有的前员工 你不能跟华尔街日报 说一个字 你别忘了 咱们可签过协议 你可不想身败名利 邓姐甚至还雇了私人侦探 去跟踪所有可疑的前员工 又找到了之前 给她投1.25亿美金的 媒体大佬莫多克 为啥 因为华尔街日报 不就是他们家的吗 好在这回 莫多克还是非常的理性的 她相信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人 不会胡说八道 于是她就跟邓姐说 好孩子 轻者自轻 你不用担心 说不知这时候 邓姐心里最担心的 就是轻者自轻 2015年10月15号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文章 有理有据的指出了 Theranos公司的谎言 那个所谓的爱迪生 神奇机器 其实就是个摆设 什么也测不出来 根本就测不准 此文一出 舆论哗然 于是她只能选择孤注一致 要放大招去蛊惑大众 她找到了CNBC的著名节 Mad Money 言外之意就是说 轻者自轻 我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咱们走着瞧吧 之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 邓姐还是一脸无辜 瞪着她的大眼睛 眼都不带眨一下的 正着眼说瞎话 我们提供的测试 都是最高质量 我们从来没有吸溯过血液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第三方的检测机器 我们要改变 不过这回 大众也不吃这套了 新闻刚爆出来不久 随着被误诊的人越来越多 FDA就紧急叫停了 在Walgreens药房里 所有的指尖抽血测试 药监局CMS 突袭检查了 Theranos 撤销了她的实验室执照 投资人们也开始 一个一个的把Theranos 告上法庭 2018年 Theranos解散 美国证监会 SEC禁止邓姐在10年内 担任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 并且交了50万美金的罚款 当然这只是证监会的惩罚 邓姐 还有她的首席运营官Sunny 还将面临着 多达11项罪名指控 和最高20年的监禁 这个Sunny啊 其实很重要 她是邓姐的投行帮凶 也是邓姐的前男友 当然时间关系 这老哥我们今天没再多提 邓姐的审判 原定在7月13号进行 但是因为她在7月份 刚生了孩子 于是这项审判 被推到了8月31日 开始审理 邓姐 瞪眼说瞎话 这个蛊惑的力量 真的是太强大了 家人 董事会 客户 媒体 大众都对她深信不疑 要不是那些硬邦邦的事实 和实打实的数据 就摆在我们面前 真的很难相信 这个满眼真诚的女人 嘴里竟然没有一句真话 其实啊 有很多跟她非常亲近的 家人和同事都表示 邓姐真的可能是觉得 她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她真心觉得 她又能帮助全人类改变世界 只不过啊 在托蛮伟大的道路上 你多多少少 可能会有一些小挫折 小谎言 小夸大 这些也都是不可避免 直到今天 邓姐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自己的错误 也没有向任何人道过歉 这就是邓姐的童话 一滴血的童话 一滴血可以改变世界的童话 她用娇媚的外表 略带天才色彩的人设 大胆的骗术 和几乎可以穿透你灵魂的眼神 让你相信这个童话 而这个童话真正的成本 却是成千上万无辜人的 健康和生命 我要改变世界 就像这样说话 你只需要到你家楼下的药店 药店 John Carroll Carrall 催眠了 她800名 她需要非常大 对不对 艳血 严与邓姐 被迫选择了 听力测试 现在开始 催眠了 她800名 她需要非常大 对不对 艳血 严与邓姐 被迫选择了 听力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